首先, 姐妹說到, 生氣時不需要有原因生氣 主要是思想上的, 生氣反而不好 我問大家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有時候明知道生氣是不好 不過裡面好像爆炸一樣 情況之後怎樣處理呢 我給大家思想一下 即是說, 你知道應該不要生氣 但是裡面是很爆炸出來怎樣處理這個怒氣呢 非常好, 剛剛有一個分享 就是講到他本來在一個情況 現在公開在一個醫務所那裏 就因為他帶那個人去醫務所 那個人有些事就發脾氣 現在他都很扯火了 然後他就去洗腦間 他就去親印神、讚美神 跟著他心鬆了 這是一個我們基督徒可以用的方法 那我在這裏又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 有些情況呢 有些人是會很容易扯火的 很容易生氣的 有些人是沒有那麼容易生氣的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你處理生命 讓你不再那麼容易扯火 大家有沒有試過這樣 如果有什麼事發生的時候 譬如被人罵 你就已經激到想爆炸了 直接沒得頂的了 如果每次都是這樣 不能夠每次都管理到的 因為總會有時候太衝動了 那些腦氣爆炸了出來 所以這個能夠管理到自己的情緒 我們不是隨時好像炸彈 是隨時引發的 一引發就爆炸了出來 那大家有沒有在這方面的經驗 如何幫助自己化解到這些情緒呢 首先你所說的就是 你是祈禱和素苦和鄉人 對的對象是有幫助的 即是說, 哎呀, 很生氣啊 很不開心啊 那有個人是適合的 去講出的困難 適合就是好的 如果不適合又怎樣呢 他又和你一起爛懷那個人 他又和你一起發火 那這個都是一個方法之一 那另外就是祈禱 那就是說, 你的答案 有個人的答案 就是你會找出的原因 然後去處理 這個就是思想 其實兩樣都要的 一個是思想, 一個就是討告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的 思想和討告 幫助我們去處理的 剛剛另一個人就說到 就是離開場地 就是譬如真是火爆了 離開場地 那另外就是 他也是說謊言 那另外第三呢 就是耶穌在這裏 那你就說一句 耶穌在這裏 我會怎樣做呢 那我就想 耶穌在我裏面 那我現在要帶著耶穌 怎麽樣對得起我裏面 OK 好 那耶穌在這裏 所以我怎樣對得起耶穌 我都想說一說 希望你不要介意 當你說耶穌在這裏 然後呢 我要對得起耶穌 這個其實是一個律法的推動 什麽叫律法推動呢 就是我們要遵從 因為不要衰給耶穌看 耶穌在這裏 那麼 耶穌在這裏 可以變為恩典 變為恩典 其實這個分別就是我所講的 神屬性講道法 神屬性的查經法 即是說神同在可以是律法 可以恩典 什麽叫律法呢 神在這裏監視 當然是律法 就是要做 如果不聽話 就會佛 但是如果你說 神在這裏 祂知道我的痛苦 大家知道我的痛苦 我受的傷害 肉麻 你人的肉麻 都落在耶穌身上 祂受了這個肉麻 還有祂關心我 祂會加力給我 祂會陪伴我 這個就是恩典 恩典的定義是什麽 但是神對人做 是幫助和祝福 就是恩典 分類是很容易的 律法 律法有兩大類的 一類就是吩咐 要愛人如己 親近神 遵從神 傳呼音 這些是吩咐 但是律法另一方面 就是指責和定罪 即是說你沒有遵從神 後果是什麽 神是審查你的內心 審查內心 可以是指責來的 即是說你裏面的罪 好了 如果有人 有些人真的這樣 神好像法官一樣 看著他 他就很害怕 所以他有罪 不敢問耶穌 但是另一個角度 就是說 耶穌是幫我的 祂是知道我的痛苦 祂安慰我 祂和我一切 所以耶穌你來安慰我 馬上心平靜 祂耶穌愛我 耶穌愛我 耶穌在愛我 耶穌在愛我 耶穌在安撫我 幫助我 給力量我 這就是恩典 我都希望大家 活在恩典 推動我們遵從 兩天都是神的 律法是神給的 律法不是不好的東西 遵從神是好的 愛神愛人是好的 天堂就是完全遵守律法 那個問題就是 那個動力是 這個律法就會怎樣 就好像兩夫妻那樣 我要洗碗 我要做什麼 我要聽話 我要收拾好些東西 我要快些做好些東西 那這個就是 律法 律法呢 長期律法呢 是很大的壓力 哇 老婆快回來 快收拾好些東西 老公回來 我要煮好飯 給她吃 長期就是這樣 每天都是說 信到耶穌要祈禱啊 要讀聖經啊 我們都是 應該祈禱讀聖經 但是呢 你可以這樣想啊 我祈禱讀聖經 我就可以從神得力了 我讚美神 可以從神得力了 我看聖經 可以看到神的智慧 和神的安慰 神的應許 這個就是恩典推動 那其實 回應這件事呢 恩典推動 是會更加容易平靜 我們的內心的 耶穌陪我 耶穌關心我 耶穌和我一切 耶穌加力給我 我一改善 神就喜歡了 這個都是恩典 我一遵從 我一遵從是律法 我一遵從 神就歡喜了 神就會欣賞 就會賞賜 這一點 我也想大家 停一停 思想一下 思想一下 就是你 你明不明白這個意思 還有做不做到 我幫大家分辨 律法和福音 恩典 為什麼呢 你分辨到 你會經常給自己多些恩典 就會鼓勵我們遵從神 一句說話 一句說話 說得合宜 就好像金蘋果落在銀網子裡 這句說話是好的 但是它是一句 吩咐的說話 也都是 可以說 原來說得對 就是寶貴的 那這個呢 本身這句說話 就是 律法來的 就是說你講對的說話 但是呢 它含有稱讚在裡面 含有稱讚 這個就是 是恩典來的 含有稱讚 還有動力是恩典 就是說 我這樣做 神是歡喜的 還有神給我力 去講好的說話 大家分清楚 譬如你說 我要講合宜的說話 經常都說 我要講合宜的說話 這個就是責任來的 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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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你在一個地方做工 你是做 投訴部門的 假設你是做投訴部門的 你從早到晚 每個時候 那些人進來 都投訴 不斷投訴 那你就跟自己說 我說話要好似 金蘋果落在銀網子裡 那你當時說 我要呢 就是律法 就是我要做到 那你 哇 你講講一下 哎呀死了 我今次不行了 不做到金蘋果了 那就 變成要責任 但是呢 你說 原來我講的說話 神體都好像金蘋果那樣 這個就是給你欣賞 就是同一句說話 可以兩種看法的 我再解釋一次 我一次 每句說話都要好像金蘋果呢 就是律法了 就是我要做到什麼 就是人做的就是律法 就是你要做分 你要做的 神的幫助 神的欣賞就是欣典 那麼呢 我要 講一下說話 好像金蘋果那樣 就是律法 這句說話 不是錯的人 其實 我要遵從律法 是不是錯的 不過動力是什麼呢 動力是律法呢 我要每次都講得對 我要講話都講得對 這樣呢 是很大壓力 長期是很大壓力的 沒有欣典是很大壓力的 就是好像 老公老婆 我要洗會洗得乾淨 我要三百一好 一路做的時候 有時候會做得不夠好 好了 為什麼要欣典呢 神會欣賞 神看我的說話 就好像金蘋果 和銀網之類 神又給力量 我給志願 所以我能夠講到欣典的說話 我應用在日常生活 這句經文 應用在日常生活 就是這樣 神和我一起給力量 我的生命流露耶穌 耶穌充滿我了 這是神的工作 耶穌的生命充滿我 都可以是律法 可以是恩典 為什麼是律法呢 我要生命充滿耶穌 這個就是律法 我要 但耶穌同在就叫我滿有恩典 耶穌同在叫我開開心心 平安 總是加上 神做不得令我有力量 這一點就是個分別 恩典就是神在幫我 神令我裡面開心平安 所以我的說話就是金蘋果 是神加力給我 還有我說的說話是好 神看金蘋果 神就欣賞了 神就會賞賜了 這樣呢 我們每天就給什麼 自己吃呢 恩典 你的人就會越來越好 但這句說話 我可以告訴大家 分辨恩典和律法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是很容易 就搞亂了 我要做得怎樣 我要做得怎樣 不是錯 我再說不是錯 只是動力 動力是什麼 如果動力 經常說我要做好一點 這就是律法 動力是律法 長期是會很累的 譬如像我這樣做為牧師 我長期都要講到 那些道 人呢 每個人都聽到 很有幫助 我經常都要這樣 雖然我想是這樣 是壓力的 但我 我的恩典是怎樣 神跟我一起 我親近神 我親近神是遵從的 是律法 神就加力給我 我裡面裝滿喜樂 裝滿神的智慧 神給我的智慧 我流露出來 影響人 那些人就會被神吸引 他就會改變 他就會跟從神 我知道我親近神 神就給我力量 我就開心 同樣的家庭關係 很困難的 這才回應你那句 神在這裏 不是吧 神在這裏 所以我做得完美 這句也不是錯 神在這裏 所以神會給我力量 神是會令我平安的 所以我講的說話 就越來越有恩典 當我這樣講 神就歡喜了 這就是恩典 大家分不分到個分別 但我可以告訴大家 一做的時候是很難的 尤其一發火 是很難有恩典 心爆炸的時候 是很難有恩典 那我自己是從早到晚 都盡量在恩典之中 我怎樣 整天都告訴自己 神現在 整天跟我一起 神在祝福著我 我一親近神 神就歡喜了 神經常欣賞我們 做遵從祂的地方 所以我呢 可以歡喜快樂 開開心心 享受生命 每天都黑黑笑 哈哈哈哈哈哈 我是整天都 裝這些東西 在我心裏 所以呢 我是 有什麼困難都好 其實我 Sorry 剛才剛剛他就說到 到底這個人 會發怒什麼原因 是有很多原因 不過我可以告訴大家 總括來說 都總是律法要求 批評 不會說 哇 被人愛得很多 所以他經常都發怒 是不會發生的 是一定是很多人的要求 或者他自己要求自己 那些批判在他裡面 裝滿了 裝滿了批判 後果就會是這樣的 那有時候是不公平對待 不被人欺負 問題是被人欺負 那我們可以怎樣有因典 如果在律法 就說他欺負我 我要以牙還牙 或者他欺負我 我很不開心 或者他欺負我 哇我好辛苦 我要勝過他的欺負 好辛苦 那就是律法了 但如果你說我被他欺負 不過我依靠神 神加你給我 神經常在幫我 他知道我的困難 這個人就不會經常裝滿憤怒的 就是經常裝滿憤怒的人 通常都是被指控 還有那些律法是很強在裡面的 那你先講到就是 每個人有不同的原因 會不開心 每個人有他的情況 問題就是這個情況的來源是什麼 其實通常來說 負面情緒的來源 一定是負面的經歷 還有呢 負面的解釋 人罵我 就是我衰 或者他衰 這個解釋就是令人不開心的 凡是 就是律法的說話 或者錯誤的解釋 律法的批判 律法的判斷是令人不開心的 律法的判斷就是 他做得衰 或者我做得衰 事情很困難 這個世界很辛苦 那這些是會長期令到人不開心的 那我們是需要分析的 即是說 我們一樣分析 不過分析了之後 那個應用是什麼呢 譬如說分析了 我被人罵得多 所以我連人生氣 我是沒有什麼自信 我失敗很多次 所以我就不開心 我有自卑 所以我不開心 那我就知道了 處理方法 我覺得都是因典的 如果律法就是怎樣 我自卑 我要相信 神愛我 我要相信 不過他要相信 神愛我 神愛我 那是因典的 那 這裡有兩樣都有的 有律法 有恩典 如果他說 我是要很相信的 我一定要很相信 這就變成律法 很重了 但是我說 我相信神真的很愛我 就是因典 所以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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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很輕微的分別 就是說 原來神幫著我的 所以我是寶貴 還有呢 我可以建立生命 我建立生命 神喜悅 我就可以建立這些 神歡喜 神有計劃的 我的生命可以提升 即我分辨到 即我們分辨到之後的醫治 有些人的醫治都說 我要每天看幾多章聖經 我要每天寫幾多 反省 我要每天改什麼 這樣就是一個 純律法的方法來的 但是如果他說 我每天都 思想神的恩典 我就讓神的恩典充滿我 讓我知道我是寶貴 還有我改變 都是神給的力量 所以我在那裡改變 神很歡喜的 那麼那個處理 就會是 很多恩典在裡面 即是捉住神的恩典 是的 捉住神的恩典 那麼我問問大家 大家有沒有這個習慣呢 即是說 將 用恩典對自己 用恩典對自己 或者 哎呀我又做得不好 又做得錯了 又壞了 都有些人跟我說 哎呀我親人離世了 我都很努力幫他 不過我幫得不夠 所以呢 那我問你是否有點內疚 那麼他都承認 是有點內疚 那麼這個人 這個人呢 他是用著什麼 對自己呢 律法 因為他 就覺得自己做得不夠 所以他的心裡面呢 就繼續指責 是很難受的 他在生的時候 我幫他不夠多 那麼他死了 沒有得挽回 那麼那個指責可以很強的 可以很強勁的 那麼所以 我都希望大家 我現在思想一下 怎樣用恩典 令到你的心平穩安靜 平穩安靜 能夠呢 很快去處理到一些傷害啊 很快去能夠平穩安靜啊 大家可以思想一下 然後可以回應一下的 聽到姐妹分享 都是令到他辛苦的 那這個都是 就是可以 他面對一個困難 每天都在面對著 就是他家人 就經常都 罵他的女兒 又罵你 所以令到你的女兒很多 不是說我 他沒有罵我 我沒有說你的女兒 沒有罵其他人 是針對我 是針對你 那就令到你很不開心 那時候你就 你就把那些怒氣 發了在你的女兒身上 很小的 那時候她很小的 又內疚了 是不是 內疚了 那你就有一次在廁所 就打架了 打到架又爛了 自己的手又受傷了 那時候你就有些反思了 就是說 不要再這樣傷害女兒 是不是 我想是神在幫助我 在裡面 安慰了我 幫助我 OK 給我看清楚 所以變成你 對女兒是改善了 沒有再煩惱了 沒有再煩惱了 因為其實我愛我的女兒 OK 正常是我愛她的女兒 但是裡面 都是很多壓力 是不是 很多壓力 OK 這裡其實有幾樣的感覺 第一就是 被罵 所以很多開心 化解不了 所以很多憤怒 到今天都難於處理 這個是困難的 就是 跟一個人 經常罵人的人 相處是很困難的 如果跟一個人 相處是容易的 總是問題不會那麼嚴重 那就影響到你發怒了 那發怒之後呢 又內疚了 那內疚就變成了 好像侵蝕自己 所以忍受不到就爆發了 這件事其實在你裡面 是需要化解的 那她 她就說 都不要傷害女兒了 所以就改變了 那這個 但是改變得來 是不是都有時候都會 現在是不是對女兒 是很平和 因為有時候都有點生氣 不過就不想罵她 沒有生氣 沒有再生氣她 是啊 其實他們 因為我知道 她是我的女兒很寶貴的 OK OK 好 那這個觀念是好好的 就是她這個觀念 幫助她改變 那她做的事呢 是這件事是好的 就是你用那個 處理的思想 那就 如果加上恩典呢 就會輕鬆一些的 那我 她現在她是遵從聖經的吩咐 就是說 我罵了我女兒 傷害我女兒 是不好的 她明白這個不好 不過這個是律法推動 那律法推動 都不是一定是錯的 就是她解決到問題 解決到問題 她沒有傷害她女兒 那但是呢 就會 自己要承受 還有 都覺得辛苦 那 在這個情況是困難的 那怎樣有恩典呢 就是明明有一個人罵你 怎樣有恩典呢 是困難的 那可以做的就是說 整天都告訴自己 雖然我現在面對困難 就是 這些辱罵都落在耶穌身上的 耶穌現在在這裡 他看著我 他知道我 他安慰我 他很想我心鬆 那我一 如果你能夠做到 耶穌其實很歡喜我 親近他的 總之 那個家人不罵了 一對著耶穌就鬆了 然後 家人罵的時候 都盡快處理 盡快處理 盡快沒有了那種傷心 耶穌在愛我的 耶穌在幫助我的 就是說 相信耶穌在愛我 和我親近神 神就歡喜了 神就叫我 我們的心是會開心 就是多些恩典 是容易開心的 只是說 我要喜樂 我要平安 是一種責任 責任 就要有力的 就是你有力的 那那個力哪來呢 就是我的意志 意志 但是如果那個力是 耶穌喜歡我這樣做 耶穌在幫助我 耶穌陪我一切 耶穌知道我的痛苦 那個力就會輕省 就是力就會大些 和開心些 如果長期 長期真的是難的 我都會說 但是長期都告訴我 我現在這樣處理 神很喜歡的 因為這個真的不容易 經常被人罵都可以 放手 依靠神而喜樂 這個是難的 不過我現在這樣做 神很開心的 神拍手的 神稱讚我 你現在正在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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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想起動作 耶穌陪我現在拍手 還在笑 笑得很開心 他現在看著我 笑得很開心 所以我都可以笑得很開心 那這個是 西方的書 我講到 他因我們歡恩喜樂 麥而愛我們 請我們喜樂而歡呼 那你就應用這個經文 他喜樂而歡呼 所以我都可以開心 那這個就是 讓那個恩典 成為你的動力 就沒有那麼辛苦 但是你是做對的 不過做得對來 是 要的力就要很大 大家聽到那個分別 都希望大家開始用多些恩典 多些恩典告訴自己 我一親近神 神就歡喜了 我遵從神就歡喜了 我不被人傷害 神就歡喜了 我處理生命 神就歡喜了 神又加我力量 神又提升我了 他會給我多些機會 發揮生命 我的生命越來越提升的了 神會將我放在高處的 我將神放在首位 整天都想到神 以神為樂 神就會叫我成價地的高處 大家覺得可不可以這樣應用 可以 大家有沒有問題 譬如這方面 會不會覺得 理論化呢 還是覺得都行得通呢 我真的走了很多 所以我自己真的走了出來 你上 好 先說 弟兄說到 有時跟別人相處 有嘗試去處理 但是呢 第一個 對方說的說話不好聽 就會自己會生氣 但是談完也是不行 因為對方不肯處理 不肯改 這個的而且確 如果我們想事情改變好 我們先開心呢 有時是很難的 因為這個世界上 真的很多人不肯聽話 不肯改變的 問題就是 他不聽話 他不對 我怎樣處理呢 我們首先了解到自己 如果我吃垃圾 他不好 我就經常想他不好 或者搞不定 真的很慘 這個困境出不了 我們那個怒氣就散不了 但是如果我們說 在這一陣子 神知道 這一點很重要 他在我前後 還以我 按走我身上 我口中的言語 他都知道 《詩篇》139篇 我什麼東西 他都知了 他知了 他不是批判 他是關心我的 他是幫我的 耶穌現在在這裡 他知道我的困難 耶穌 我需要你 你幫我 你安慰我的心 這個第一 我們可以跟耶穌說 和耶穌會很想加力給我 那當我跟他說話 我依靠神 神又很歡喜 神在那裡笑 你依靠我 我一定幫到你的 那 起碼那個怒氣減少了 但如果我們每天都做 每天都做 每天都說 他會說 不要緊的 那些有優 幫助我 必不懼怕 人能把握 我怎麼樣呢 CPM839篇第五節 神在幫我的 所以我不用 第六節 神在幫我的 和我一起 所以我不用傷心 不用不開心 我們每天都 裝滿多些開心 你裡面的開心 成為你的潛意識 不好意思 我先說一下 你 成為我的潛意識 那麼我們就會 那個 喜樂 給我們力量 就沒有那麼激怒 人總會有怒氣的 不過怒氣 我們處理得更加快 和能夠 從神得力 在那時候馬上從神得力 那這個 都是每一個人的 同神關係的修養 因為有些人 同神關係深的時候 他是快很多處理的 那有些人是難很多處理 就是裝滿了多少恩典 越裝滿了恩典 越裝滿恩典 那個處理就越快 我會選擇用一個方法 就是說 好像 享受神的愛 就是不是好像做工 就是鍛鍊 好像做工 我每天都享受神的愛 我知道我是被愛的 我做什麼對神都歡喜 那個人裝滿了神的愛 那他就容易處理 那些怒氣都沒有那麼強 譬如我們為他祈禱 都可以有恩典和律法 祈禱可以有恩典和律法的祈禱 神啊 你改變他 就是求神改變他 這個含有恩典含有律法 但是我就是說 就是那個意念就是 神啊 他很不行啊 他要改變啊 就是我很想 神能夠做這件事 但是如果你說 神你關心他的 你顧念他的 神你的恩典在他身上的 神你都加力給我的 神陪伴我的 讓我有力量 神你透過我 也可以去祝福他的 就變了 你自己祈禱的時候 都會有力一點的 其實我都不是說有欺負的 有事人的困難 就是在那時候很難分開 事和人 很難分開 那麼 也都會混亂 所以最好 最簡單就是 耶穌你愛我 耶穌幫我 幫我 幫我放下這件事 都可以用回你那句的 幫我看到這個人有困難 不過他的人 人愛他的 耶穌想祝福他的 就是可以這樣求神去幫我們 神的愛來到我們身上 去幫我們去 將事和人分開 但如果說 我一有什麼事 我要將事和人分開 就變成是律法我做 就是 有事做得好 有事做得不夠好 或者不夠力去做 我猜大家用的祈禱多的是怎樣 耶穌正在幫我 耶穌正在幫我 耶穌正在和我一起 耶穌正在祝福那個人 他是寶貴的 多些是恩典的宣告 耶穌正在愛我的 多謝耶穌正在愛我的 多謝耶穌正在愛我的 我們都享受耶穌 耶穌正在和我一起 很歡喜的 我們就容易得力 容易鬆的 OK 好 我們現在有祈禱時間 是 是 對 對 每個人的宿靈程度不同 我想說 就是這樣的 你這樣想 我們大人好 成熟 小朋友好 就好 就好像有個自己的爸爸 大人都有爸爸 有個愛他的爸爸 爸爸來幫 無論大人和小朋友都一樣 其實那個信念的改變 天父是很疼我們 很幫我們 這個信念改變 就算他宿靈是弱都好 那個思維一改變 神是 就好像爸爸那樣 慈愛的爸爸來幫我 那樣 在那時候 即是整天都提自己 神真是很慈愛 因為人很多時候 就是 因為人太多想 我要做什麼 我要做什麼 我要不要怒氣 那就是律法 爸爸是很慈愛的 所以你唱一些詩歌 是講到 慈愛天父 就是你 可能你的心會 可以安慰一點 意思就是說 就是他就算很弱都好 他就說 神啊 你是慈愛天父 就是相信這些 就是有時候 不是我們要去到 跟神多密切才能夠 才能夠可以觸食這件事 你明白這個道理 你就可以每一次都說 爸爸是很慈愛的 天父很慈愛 你幫緊我 就算你軟弱都好 這句話整天傳在心中 你多軟弱都可以得力 我這樣的意思 有些人真的快一點 譬如我一祈禱 即時是起落涌樓的 但有些人不是 但他都說 耶穌在幫緊我的 那他的心就會鬆一點 就是要怎樣 就算他未那麼快得力 但是他相信這個 所以我希望大家 整天都記實 慈愛天父你幫我 你在幫緊我的 也是用現在式 你在幫緊我的 你好想幫我的 你現在已經在幫緊我的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